女人刚被男朋友送去国外 不久后却得知了他要和别人结婚的消息 此时曼君的出现让冯博文惊讶不已 为了尽快平息此事 他便随手掏出一张百万银行卡 想要以此赶走情绪失控的曼君 然而这荒唐的一幕 也被一旁的佟卓妖看在了眼里 他一眼辨认出 眼前这个大闹婚礼现场的女人 正是自己多年来苦苦寻找的仇人 原来几年前 被男朋友算计的阮曼君 在法庭上当场指认了 将佟卓妖从小带大的服输 诬陷他触犯了法律 情绪激动的服输一气之下当场去世 然而今天他却再次看到了 这个让他恨之入骨的女孩 于是他便静止走了过去 一把拽住想要离开的阮曼君 我劝你应该把那个卡拔着 当心的曼君独自跑出酒店 佟卓妖也紧随气候跟了出去 并强行将他拉上了自己的车 本以为他是出于好心送曼君一程 然而等车开到高架桥之后 他便将曼君一把拽下了车 随后便扬长而去 只留曼君独自一人伤心地站在那 然而他这悲伤的意义 却恰好被刚刚流血回来的境界看到 他是佟卓妖从父一母哥 因为家庭矛盾他的母亲从小便已经离世 而他此次回国的目的 正是为了报复童家 好心的境界将曼君送回了家 也许是上天的友谊安排 让他们在车站再次相遇 经历了男友的背叛 伤心的曼君失魂落魄地坐在那 全然不知手机里来了变化 此时的境界也被电话铃声惊扰 抬头间却再次看到那个高架桥上哭泣的你 回想起男友那一戏狠毒的话 伤心的曼君忍不住哭了起来 境界本想为他递上纸巾 可此时曼君却突然站起身来 体力不支的他随即便晕倒在地 好心的境界再次施以援手将他送去医院 等到闺蜜的到来 他才安心离开 为了让曼君尽快从痛苦中走出 闺蜜带他参加了一场高级派对 并希望他能从中觅得良缘 可此时的曼君根本无心理会 然而赶巧的是 佟卓瑶也出席了这场party 冤家路窄的两人又再次相遇 为了报复曼君 佟卓瑶便找到宴会上的老渣男 并唆使他去上前追求曼君 毫不意外 他遭到曼君的冷言嘲讽 可不死心的老渣男却再次找到曼君 并对他进行了一番恶劣的骚扰 喝醉酒的曼君一把将他推到一边 众人纷纷围观之时 佟卓瑶也跟着走了上岸 并随即塞给他一张无限额度的黑卡 他羞辱着曼君是一个见前掩开的势力女 这也彻底让曼君情绪爆发 眼前的男人让他很是讨厌 于是他便将卡直接扔进了酒杯 随即将卡和酒衣并泼到了佟卓瑶的脸上 可让曼君意想不到的是 他出庭作证导致被告当场死亡的事情 被有心之人公布到了网上 这也让他找工作的道路变得异常坎坷 这天刚刚面试出来的曼君 却又遇到了宴会上欺负自己的男人和佟卓瑶 他再次遭到了佟卓瑶的羞辱 佟卓瑶认为曼君是一个人品恶劣的女人 可以为了金钱不择手的 他的一戏话让曼君疑惑不疑 他不知道为什么佟卓瑶要这样说自己 于是生气的曼君指责着佟卓瑶 这样冷嘲热讽地说别人是否知道什么是教养 说爸便伤心地离开了这里 出来后的佟卓瑶回想起曼君悔怼自己的话题 于是他便想到一个进一步报复他的方法 去路上 曼君回想起这些天的遭遇 经历了男朋友的背叛又被大家一顿羞辱 难过得他不知道未来的路该如何去走 然而就在这时静杰却再次出现在他的身边 这个男人总是在他最需要的时候及时出现 静杰暖心地为他递上一杯热咖啡 曼君对静杰这几天的帮助表示着感谢 这时他却突然接到了同事的面试通知 毫不意外 曼君轻松地通过了面试 然而他却不知道这正是佟卓瑶报复的开始 公司开会时 佟卓瑶便趁机当众讽刺着曼君 故意让他在同事面前难堪 他还时常关注着曼君的举动 看着曼君翻看公司重要文件时 他便上前一把夺过 指责着经理不该将公司如此重要的文件 给这样一个为了金钱诬陷别人的人看 他们二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佟卓瑶将曼君带到了服输的墓里 看着墓碑上的照片 曼君也瞬间明白了一切 原来当年应被前男友哄骗的曼君 出庭作证诬陷了服输有犯罪行为 不料却导致服输当场去世 这几年来他也活在深深的自责之中 因为此事的他司法考试交了白卷 前男友为了阻止他查明事情真相 故意在网上摸黑 导致他的工作生涯屡屡受挫 此刻佟卓瑶终于明白 是自己一直误会了曼君 这天他们在路边再次相遇 佟卓瑶便悄悄尾随在曼君身后 结果车到路口时 曼君被迎面而来的汽车撞倒在地 然而撞他的男人 正是自己的前任男友冯博文 毫不意外他们二人再次发生了争吵 为了让曼君停止调查服输的真相 冯博文便随手拿出一张银行卡 想用钱来收买曼君 可他的这种行为 让曼君更加不耻 他发誓一定会查明真相 还服输清白 看着曼君坚定的样子 冯博文也只好无奈地转身离开 然而他们的这番争吵 也被一旁的佟卓瑶看在眼里 看着站在路边独自哭泣的曼君 佟卓瑶的心里也不禁开始心疼起来 原来这个执着的姑娘 一直以来都在自己默默承受 不放心的佟卓瑶一直跟在她的身上 本想送她去医院检查 可却被曼君误会是在看她笑话 晚上佟卓瑶再次找了曼君 她将曼君扛上自己的车 她这突然间温柔的样子让曼君冲暗 她把曼君带到冯博文的楼下 此时看着前男友幸福的样子 曼君心里很是心痛 眼前这个男人 曾经也许诺给他这样的幸福 然而此时他却守护在了别人身旁 卓瑶本想让曼君敲门进去 为自己讨回公道 可曼君却认为 就算这样也不能还服输清白 不能让自己停止内疚和自责 还会伤害另外一个无辜的女人 此时面前这个善良的女孩 让佟卓瑶也更加心疼起来 霸总请全公司人吃披萨 然而他这样做的目的 却只是为了接近外卖女孩 在曼君要求他结账时 佟卓瑶便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排骨汤 并强行让曼君喝下 原来佟卓瑶知道 曼君曾在送外卖时因车祸而受了伤 于是他便选择用这种方式 让曼君好好补补身体 然而接连几天下来 他都重复着这样的戏码 曼君以为他是在为服输的事而故意报复 可不曾想 霸总只是为了借机来犒劳自己 在佟卓瑶的再三逼迫之下 无奈的曼君也只好乖乖照做 这天闺蜜多多在逛商场时 却恰巧遇到了境界 他一眼便认出这个男人就是曼君晕倒时 将他送到医院的救命恩人 于是有意撮合他们俩的多多 便以曼君生日为由请静节一起吃饭 本就对曼君有好感的境界 便爽快地答应下来 随即多多便打电话通知了曼君 然而晚上 正要去赴约的曼君 却被老板瞒了下来 并要求他再送完最后一单外卖 好巧不巧的是 电瓶车跑到半路却突然没电 此时佟卓瑶也跟了过来 好心地要送曼君一程 可要强的曼君却对他不予理会 因为这个总是针对自己的男人 早已让他心生厌恶 见曼君不为所动 于是佟卓瑶便走下车 一把夺过曼君车上的外卖 并强行将曼君逼上了车 然而到了收获地址之后 曼君才发现外卖的收获之人 正是面前的佟卓瑶 他这才明白刚才是被佟卓瑶争 本想在结账之后立刻离开 可又被佟卓瑶告知 钱包落在了房间之内 曼君刚走进房间 屋内的灯却突然暗了下来 原来今天是软曼君的生日 霸总的一系列举动 只是为了留住曼君并为他庆祝生日 此刻曼君的心里也满是感动 因不想曼君继续辛苦的外卖工作 于是佟卓瑶便要求他回同事上班 可曼君认为这一切已经没有了意义 便委婉地拒绝了他 佟卓瑶劝卫着曼君 善恶中有报 不该在调查服输真相的事上过多纠结 可这些年因为服输的去世 曼君一直活在深深的愧疚之中 不死心的他执意要调查此事 说罢曼君本想转身离开 却又被佟卓瑶叫唐 为了庆祝曼君生日 他们便共同喝起了红酒 然而此时 另一边的静节苦苦等待着曼君的到来 却始终未见曼君的身影 电话也一直是关机状态 第二天一大早 一觉醒来的曼君 却发现自己竟睡在了佟卓瑶的身旁 想悄然离开 却把熟睡的佟卓瑶惊醒 然而此时 睡眼朦胧的佟卓瑶在看到曼君的背影后 却误把他看成了自己的前任女友欧妃 并情不自禁地叫出了欧妃的名字 这也让曼君瞬间变得生气起来 意识到自己认错人后 佟卓瑶的心里也是万分低落 或许那个突然消失的前任女友 已经成为佟卓瑶心中难以磨灭的 曼君生气地转身离开 本想好好为他过一次生日 可此时却因为自己无意间说错了话 让两人再次闹了个不欢而散 回想起他们昨晚在一起的快乐时光 此时佟卓瑶也是懊悔不已 这天 曼君不自觉地被路边的一副拼图吸引 这个码头让他想起了自己的父母 他们因初海打鱼石遭遇台风而意外身亡 想到这里曼君不自觉地流下眼泪 然而这一幕恰好被屋内的境界看在眼里 此时佟卓瑶也经过这里看到了曼君 他们二人都对曼君有着深深的爱慕之情 反应过来的曼君本想买下这副拼图 可掏出口袋里所有的钱都还是负担不起 转身离开时却看到身后的卓瑶 曼君对他没有理会便独自一人离开了这里 屋内目睹这一切的境界随即便买下了拼图 此时佟卓瑶也走了进来 在得知拼图被旁边的人买走之后 他便主动上前 并表示愿意出双倍价格买下拼图 毫不意外他遭到境界的一口畏惧 不死心地他赶忙追了出去 并一把将境界抓住 这也彻底激怒了本就对佟家带有仇恨的境界 毫不意外 他们二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幸好佟母及时赶到并制止了他们 晚上躺在床上的曼君久久不能入睡 脑海里不断呈现着他和佟卓瑶的点点滴滴 这个男人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悄然走进了他的心 女人陪伴总出席酒会 不料却在宴会上 遇到了曾经抛弃他的前男友 冯伯文见状主动走上前去 并当众羞辱曼君 说她是一个爱慕虚荣的女人 为了让他们在大家面前出丑 他便要求佟卓瑶向大家介绍一下曼君的家事 见佟卓瑶不为所动 他便拍手召集了宴会上的众人 并宣布曼君是他曾经不要了的女人 他这一席话让场面一度陷入尴尬 大家纷纷好奇这其中故事的缘由 于是他便走上前去为曼君出头 他指责着冯伯文 当初无情抛弃曼君真不算乃 两人争执之际 宴会上的灯光却突然间关闭 黑暗中一条短信引起了佟卓瑶的主意 原来是闺蜜多多给曼君发来消息 他告诉曼君冯伯文也在现场 如若看到他和高副帅佟卓瑶一同出现 定会被当场戏封 并让他好好演完这场戏 看到这条短信 佟卓瑶瞬间愣在云里 原来曼君答应陪同自己来参加酒会 并不是出于对自己的感情 而是为了报复前代 此时曼君也意识到了这个误 委屈的他一时间竟不知道如何解释 只能眼泪婆娑地看着佟卓瑶 此时主持人的出现解救了这场尴尬 并提议由宴会主办方佟卓瑶跳开场的第一支舞 我陪你好好演完这场戏 他们就这样相互对望地跳着这支分手 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信任又再次攻他 曼君想要解释 他想对佟卓瑶说出心中早就萌扎的爱意 可误会已经产生也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而此时的佟卓瑶心里也满是心痛 他深爱着这个女人 就算被欺骗静也不舍得责怪 只能心里独自默默承受 伤心的他扔下曼君便独自离开了宴会 只留曼君一人傻傻地站在园里 然而车还没开多远 却又接到了多多的求救电话 原来曼君被前男友锁在了厕所 他可能有危险 尽管对曼君既生气又失望 可此时听到他有危险 自己的内心还是没办法坐视不管 这边冯博文因生意场上与佟卓瑶产生嫌隙 并导致自己损失惨重 于是他把气撒在了曼君身上 认为是曼君故意利用佟卓瑶报告自己 此时佟卓瑶也霸气归来 他拎起地上的灭火器 一下将门锁砸开 进门就给了冯博文一群 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就拉着曼君离开了现场 可车来到半路就停了下来 曼君本想解释 可生气的霸总根本不给他解释的机会 便将他赶下了车 随即还拿出一张不限额度黑卡 认为这是他今天应得的出场费 这两人的误会在今天也算是再次结下了 自此之后 曼君继续着他的送外卖生活 看到与佟卓瑶相似的车路过时 他都误以为是佟卓瑶到来 可每次都令他失望 然而此时他这一系列举动 也被一直默默关注他的静杰看到眼里 为了能让他换一个工作环境 好能尽快从悲伤中走出 于是静杰便给曼君发去各种招聘广告 很快他便接到了公司面试通知 并顺利得到录取 然而上班的第一天 他却好巧不巧地与静杰再次相遇 原来这家公司是静杰的家族企业 可他却一直在公司隐瞒着自己的身份 曼君回想起面试的顺利 他便怀疑是静杰为他安排工作 可又被静杰三言两语糊弄了过去 然而另一边的佟卓瑶也一直放不下曼君 当在好友口中得知曼君在公司加班时 他便悄悄来到曼君公司楼下 看着曼君一人对着语意筹没展示 他本想主动上前送曼君回家 然而这时静杰也走了出来 他们相互微笑着离开了这里 此时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 彤卓瑶的心里也是万分的失落 可为了能多看曼君一眼 彤卓瑶便时常来到公司楼下 这天曼君来到了一个咖啡厅 本想在这个安静的环境下加班工作 可手机里他和彤卓瑶的合影映入眼 明明非常思念 可最终还是不敢面对这份感情 只能把他默默地放在心里 此时屋外的卓瑶也一直守护在曼君身边 见曼君睡着后 他才敢走进来并暖心地为他披上外套 然而此时他看到了电脑桌面上他们的合照 此刻佟瑶终于明白 原来曼君心里一直装着自己 然而这边的静杰来到公司却不见曼君的声音 于是回家后他便给曼君发来消息 提醒他明天要去机场接客户 一定要早点休息 然而短信内容也恰好被佟瑶看到 他就这样静静地守了曼君一夜 第二天静杰在经理口中得知 曼君的前男友冯博文 也在竞争同一个客户 于是担心曼君出事的他便匆忙赶去机场 然而这边的佟卓瑶也得到了这个消息 果不其然 他们在机场对峙起来 幸好静杰及时赶到帮曼君拦住了客户 曼君给佟卓瑶打去电话 感谢他帮自己签下合同 这也给了佟卓瑶抓住跟他见面的机会 于是没等曼君反应 他便订好明晚和他一起共进晚餐 挂掉电话的佟卓瑶格外开心 他终于和曼君有了更好的进展 然而第二天 佟母却突然找上了曼君的门 随即便对曼君进行了一番羞辱 他警告着曼君 不要妄想跟自己儿子产生任何关系 身为霸道总裁的卓瑶 又怎会将相貌平平地他放在眼里 然而这边的卓瑶欣喜地等待着曼君的到来 可出现在面前的却是自己的发想洁白 他是母亲为他精心挑选的结婚对象 看到洁白出现 佟卓瑶瞬间明白是母亲从中作口 于是他生气地找到母亲 指责他不该一味地干涉自己的婚室 他们二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晚上卓瑶回想起母亲的话 他知道曼君定是在母亲遮受了很大委屈 于是第二天 曼君便收到了佟卓瑶寄来的邮件 里面是一幅幅佟卓瑶亲自画的道歉漫画 此时一个熟悉的标志引起了曼君的注意 他立刻拿出自己从小壁纸珍藏的画 上面的标志竟和佟卓瑶画的一模一样 此刻曼君似乎明白了一切 于是他拿着画疯狂地跑到家门 一进门便将画递给了卓瑶 原来这画是小时候曼君在海边捡到 那天他的父母刚刚雷时 伤心的他一个人站在海边哭泣 而他哭泣的样子也被一旁的佟卓瑶看了一切 于是他便画下了曼君的样子 并悄悄将画留给了儿时的曼君 当曼君看到这幅画时 他认为是父母留给他最后的礼物 这也成为他之后的一份心理寄托 有时候缘分真的很奇妙 兜兜转转中他们二人却再次想 也是在这一天 他们互相吐露着自己的心声 曼君最终也鼓起勇气跟卓瑶告白 他们正式确定了恋爱关系 第二天一大早 卓瑶送曼君来到公司楼下 刚刚确定恋爱关系的他们 似乎不想放过任何一个亲密的机会 然而他们亲吻的一幕 却也被一直等在门口的境界看在眼里 他也一直深深地爱着曼君 不死心的境界 回到公司便执意要请曼君吃粉 再三推脱之下 曼君也只好勉强答应了他的邀愈 饭桌上的境界一杯接着一杯喝着红酒 一直以来他都偷偷爱着曼君 可还没等他对曼君表明心中所爱 曼君却已经投入别人的怒动 此刻他只想用酒精来麻醉自己 曼君送喝醉酒的境界回到了家 此时境界也借着酒精 向他表明了自己的心意 毫不意外他遭到曼君的当场拒绝 此刻境界的心里也是万分痛苦 随着曼君的离开 境界深知这个他深深爱着的人 已经离自己越来越远 这个女人正在替好友筹钱 然而就在他要签下借款协议时 一直暗恋着他的境界便走了过来 随后他将曼君强行拉了出去 并随手递上了自己的银行卡 为了这个他深爱的女人 他愿意不遗余力地给予任何帮助 此时曼君也犹豫着是否接受这份恩情 然而他们推散的样子 也恰好被赶来的童卓妖看在眼里 于是生气的他便静止走到了他们面前 他将境界的卡一把扔在了地上 并将自己那张不限额度黑卡塞给了曼君 看不下去的境界随即也上去拦住了童卓妖 毫无疑问他们二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眼见情况不妙的曼君随即便生气地走开 放心不下的童卓妖也紧跟上去 他为刚才鲁莽的行为向曼君道歉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身份的悬殊让曼君很是自卑 他不想接受童卓妖的帮助 只想平等地接受这份爱情 此刻曼君懂事的样子 让童卓妖不自觉地心疼起来 回到家的境界 一遍遍回想起他和童卓妖针锋相对的场景 他发泄着心里存放已久的愤怒 此刻他的心里也正悄然发生着变化 随后外公也再次找到了境界 他们与童家有着世代的矛盾 境界的母亲更是因为童家而不幸离世 他逼迫着境界尽快与冯博文合作一同对付童卓妖 原本想要找曼君诉说心里的苦闷 不料却又遭到曼君的一口回举 原来今天是童卓妖的生日 曼君为他精心准备了生日礼物 他们享受在这份幸福的爱情之中 晚饭过后 他们来到了桥边 天空中也飘起了美丽的雪花 似乎都在为他们的这份浪漫偏才 他们二人相互说着对彼此的爱意 情到深处也深情地拥吻了彼此 然而他们亲吻的一幕 恰好被路过的境界看到了眼里 于是他便做出了一个会在将来让他后悔的决定 境界主动约出了冯博文 并达成了一同对付童卓妖的共识 此时外公提议可以利用一下曼君 原本不想让曼君牵扯进来 可为了能在佟卓妖手里夺回曼君 境界也只好默许了这个建议 于是他便在下班时找到曼君 并谎称让曼君回家后帮他拟订合同 因为他料到合同肯定会被佟卓妖看到 这边闺蜜多多找到曼君 并告诉他曼君所在公司 正是跟卓妖有着世仇的中家所开 他这才明白之前为何卓妖让他离职 于是他便找到卓妖并告诉他离职一室 可就在他收拾东西准备离开时 境界便给他打来电话 他谎称自己腿被摔伤无法完成工作 便请求曼君离职之前替他将合同签完 好心的曼君随即也答应下来 殊不知这是境界在利用他报复童卓妖 第二天曼君本想主动向卓妖解释 无法立刻离职的缘由 犹豫之际却也听到让他震惊的消息 哎 你们快看新闻 同事说受了低劣刚才 他过被查封了 与此同时同事集团被记者们围堵起来 佟卓妖也疑惑到底是哪里出现问题 于是他吩咐助理彻底查清此事 这时同母闻讯也赶了过来 他再次强调只有洁白才是他最合适的结婚对象 然而佟卓妖却向母亲表示 曼君已经如他所愿办理了离职 他希望母亲不要再干涉他们的爱情 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这天同母接到了一封匿名邮件 里面是一张张曼君的工作照片 他觉得是曼君再次欺骗了阿姨 于是便生气地找到曼君 并对他进行了一番羞辱 他指责着曼君为何不守信用欺骗卓妖 此时情绪激动的他也听不进曼君的任何解释 看着曼君为卓妖做好饭菜 他便生气地一把摔到地上 争吵之际佟卓妖也恰好赶了回来 看到现场的一片狼藉 他认为是母亲又在无理取闹欺负曼君 然而此时本就不看好曼君的头目 生气地拿出照片摔到地上 这一张张曼君工作的照片 让佟卓妖很是愤怒 他也认定是自己错信了曼君 于是没等曼君解释他便生气地转身离开 公司面临的巨大危机已让佟卓妖心力交错 此刻又得知被心爱之人欺贫 此时的佟卓妖更加痛苦 这边经助理调查发现 公司销售劣质刚才一事是冯博文设下的陷阱 冯博文与静杰私下碰面时的话语 也被一直跟踪他们的助理听了过去 随后助理向佟卓妖汇报了调查情况 同母生气地找到曼君 并给了曼君一大笔钱 让曼君从此远离这里离开卓妖 见曼君不为所动 他便搬出欧妃毁容的是威胁曼君 原来卓妖的前女友当年也是被他这样逼迫 欧妃也因此差点丧命 回到家的曼君被多多找上了 多多告诉曼君 同卓妖公司所面临的危机 都是自己的前男友冯博文在暗中捣鬼 他瞬间明白了一切 于是曼君生气地找到冯博文 并拿出自己之前留存的冯博文犯罪的证据 以此来要挟冯博文主动自首 见冯博文不肯答应 他便准备带上证据去公安局告发 他们二人在路上撕扯起来 此时得知消息的同卓妖也匆忙 坏人做坏事终将逃不过法律的惩罚 冯博文因为多项罪名被调查判刑 也许是良心发现 在他将要面临牢狱之灾的时候 他告诉同卓妖一切的幕后主使都是戴静杰 可因对方过于谨慎 他也并没有留下任何有益证据 随后他拿出自己谨慎的财产一辆马沙拉底 要把他留给被他伤害了的阮曼君 一切都真相大白 男人本想打电话将这个消息告诉曼君 却一直是无人接近状态 他有一种不祥的预论 于是便匆忙赶去曼君的家 可早已是人去楼空 伯母从屋里走了出来 并递给他一张支票从根 他告诉卓妖曼君也是个见绿妄义之人 早已拿了钱离开了这里 可他不相信 找遍了这个城市的大地小巷 也不见曼君生意 然而这点 另一个爱着曼君的男人 到了公司却只看到曼君留给他的那封印 随后便被告知曼君早已离止 这两个大男人在这一天同时 失去了自己最爱的人 只能整个人用酒精来麻醉自己 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曼君要突然消失 卓妖再次拨通曼君的电话 竟然出乎意料地通话 可曼君只想听一听他的声音 并没有对他说一句话 此时电话那头传来机场的光 他疯狂地跑去机场 找遍了机场各个角落 却还是不见曼君的失眠 曼君就这样不声不响地离开了他的世界 然而这边同事集团 应被陷害还面临巨大的财务危险 如果没有人来注资扶持 将会面临破产的风险 于是童母便安排了一场风险 他想让卓妖和叶佳千金杰白帝国 好能够到叶佳的扶持 然而杰白来童家时 却无意间发现了曼君的机票 他便趁童母不注意偷偷藏了起来 也许是因为太过于爱 他不想看到从卓妖突兀 也不想自己以后的老公是一个趣味 他想赌一把 于是便鼓起勇气把机票拿了去 看到机票上面的地址巴黎 童卓妖瞬间表情凝重地愣在了原地 原来几年前也是在巴黎 他和自己的前女友相遇 可因为他要坚持自己的爱情 却不信自己的父亲也因此去世 他发誓再也不会踏入巴黎半 时间很快到了童卓妖的订婚宴会 好友多多也出席了这场妙 可他看不惯童卓妖这么快就一情结果 于是气不打一处来的多多便静止走了过去 她的这一举动让众人纷纷惊呆 她大骂男人是个人渣 殊不知此刻男人的心里也是万分痛苦 多多给曼君打去电话 她将卓妖的订婚照片发给了曼君 曼君听后也很是震惊 她那么坚定地信任他们的爱情 她不敢相信卓妖竟然这么快就跟别人订婚了 与此同时 多多也给一直在寻找曼君的境界打了电话 告诉她曼君一直在巴黎 可卓妖并不是一个薄情寡义之人 她一直认为是曼君抛弃她在先 拿了母亲的钱就悄悄消失 这才绝望地答应母亲安排的婚事 此时多多再也忍不住了 她把实情告诉了卓妖 曼君是怕拖累卓妖才忍痛离开 同母给的支票她也一分没动 只能在巴黎靠打零工为生 因为她不想背叛他们的爱情 听后卓妖再也无法等待 原来一直是她错怪了曼君 她飞奔着赶去机场去找个曼君 与此同时得到消息的静姐也来到机场 可却被告知今天的航班刚飞走 她还是来晚一步 然而这边的曼君 一杯接着一杯喝着红酒 她很痛苦 因为那个她深爱的男人跟别人订婚了 他们的缘分似乎走到近头了 很快同卓妖来到了巴黎 可她不知道曼君在哪 搜遍了巴黎的各个角度 还是一无所获 可导演并不想让他们就此错 这时新闻报道 一名中国籍女子阴影酒过度正在急救 女子名叫阮曼君 急寻她的家人前来认 与此同时身在巴黎的境界 也看到了这则新闻 红卓妖来到医院 却被告知阮曼君喝了正常人三倍的酒 导致她急性酒精重毒并失明 还差点性命不保 卓妖很心疼 她认为是自己害了曼君 曼君醒来看不见任何东西 还以为是没开灯 可却被卓妖告知她失明了 一时间她难以接受这个残忍的事实 于是情绪激动的她大哭起来 看着哭泣的曼君 卓妖感觉心都要碎了 她决定会一直在巴黎陪伴她 再也不会离她而去 此时曼君突然想到她已经订婚了 这个男人已经不属于她了 于是她生气地推开卓妖让她离开 就在这时 静杰也来到了这里 她也发现曼君眼睛竟然看不见了 弘父异母的兄弟却同时爱上了穷女孩 这天他们又开始对彼此大胆出手 争着要照顾双目失明的女孩 不料这时女孩告诉弟弟 她已经和哥哥偷偷领证结了婚 这突如其来的打击让静杰难以接受 一直以来的默默复出此刻似乎都化作泡泥 她伤心地转身离开 可内心的怒火让她对此无法释怀 于是为了报复童卓妖 她便找到童卓妖的解 想接她之手来整垮同时 可她不知道 曼君的日子也并不好过 这天曼君无意间听到了童卓妖的录音 录音后曼君失了眼眶 这一段感人肺腑的表白让她很是感动 然而就在这时奇迹出现了 她的视力竟然神奇般地恢复 她激动不已 想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告诉卓妖 可她又犹豫了 想完点浪漫 等卓妖回家后再给她一个大大的惊喜 不料她等来的却是童卓妖的母亲 童母一进门就向她介绍着解白 这是她心目中认定的儿媳妇 她对眼前的曼君非常讨厌 因为她一直霸占着自己的儿子 她也不能在生意场上给儿子带来帮助 于是她怒斥着曼君 让她离开自己儿子的家 并认为她身为一名律师 竟然还非法同居 此刻曼君如梗在喉 多次想说出她和卓妖已经结婚的事实 可又咽了回去 因为她思虑再三 最终还是怕给卓妖带来麻烦 可她架不住童母如此的咄咄逼人 无奈之下也只好先行离开 出来后解白越发觉得就这样把曼君赶走 会让卓妖离她更远 便给卓妖发了消息告诉她曼君离开了 于是霸道总裁又再次开始了疯狂的寻妻之路 然而这边的曼君 一个人孤零零地走在夜晚的大街上 她回想起和卓妖的点点滴滴 他们曾彼此许下爱的誓言 不再相互折磨离对方而去 也许两个人就是天注定的缘分 他们在街头再次相遇了 此时佟卓妖也惊讶地发现曼君的眼睛竟然能看到 他们激动地相拥在一起 决定再也不会离开彼此 卓妖更是说下 就算与全世界为敌也不会离开曼君的誓言 她决定带她去跟母亲坦白结婚的事实 母亲对于他们来到的目的也是心知肚明 可话还没说 助理却着急忙慌地闯了进来 并告诉他们卓妖的姐夫挪用公款 此刻早已捐款潜逃 母亲听后瞬间激活攻心差点晕倒过去 这天好心的曼君去医院看望孔母 不出所料 她再次遭到同母的一番羞辱 并将她拿去的鸡汤随手打翻在地 他们又是一番激烈的争吵 这时佟卓妖也走了进来 看到场面一片混乱 她一改往常温柔体贴的态度 也在过天乱了 说罢便一把推开了曼君 只留曼君呆呆地愣在那里 随后也支去地走开 也许是最近的工作压力太大 公司又面临严重的财务危机 去谈合作还处处碰壁 看不下去的助理找到曼君 并告诉他目前卓妖所处的艰难处境 他瞬间明白佟卓妖所承受的巨大压力 这边的静姐也再次受到了外公的逼迫 让他将佟卓妖结婚的消息公布出来 这样一来 杰白父亲必然会拒绝帮他渡过难关 同事集团也就因此江河日夏 男人刚回到家 却发现桌上留下的一张离婚协议和一枚结婚戒指 此刻的他很是生气 他不明白为何妻子要如此决绝地离开 于是他气愤地找到曼君 然而此刻曼君的心里也是万分痛苦 可为了能帮卓妖公司渡过难关 能顺利得到杰白父亲的注资 他只能用这种方式离开卓妖 于是便重新起草了离婚起诉书 佟卓妖为了解决公司的财务危机 无奈的他只好找到钟立涛帮忙 他是同富一米的弟弟静杰的外公 不忘能得到钟立涛的注资 不料在签约这天 童母却以生病为由将他骗进了医院 原来他早就知道了静杰的身份 他不想让童卓妖掉进他们子孙的陷阱 哭着请求童卓妖保住同事 可童卓妖也深知他们两家的恩怨 他认为弟弟静杰是家族恩怨中最无辜的受害者 没能得到一个温暖的家 他想用这种方式弥补静杰 最终在杰白的帮助下 童卓妖顺利拿到了公司的注资 度过了这次财务危机 在他们的庆功宴上 杰白得知原来卓妖为了曼君 才耽误上次的合作 心里压抑的他喝了不少酒 回去路上 最久的杰白趁着醉饮 质问卓妖为什么不能接受自己 明明是自己先爱上的卓妖 为他付出了这么多 为何却一直视而不见 情绪激动的他哭着扑到卓妖怀眼 却被卓妖一把推开 此刻的卓妖也很是伤心 他知道自己无法接受这份爱意 他的心里从始至终只有曼君 他不想伤害这个从小看大的妹妹 这天律师事务所的陈叔 给卓妖打来电话 他无意间告诉卓妖 曼君最近在找工作 可因为之前法庭作证的新闻 他的找工作生涯并不顺利 于是卓妖便请求陈叔帮忙 给曼君安排一份合适的工作 可上班第一天 曼君就因为堵车而迟到 外加他无任何相关的资质证书 在同事间便产生了许多风言风语 大家都说他是走后门的关系 为了上班不再迟到 回到家的曼君 便跟多多提起搬家一事 好心的闺蜜便主动 将自己的车借给了曼君 这天佟卓妖开着助理的车 来到事务所讨论工作 就在他寻找合同时 抬头间却恰好看到了 寻找车位的曼君 于是他便提前将自己的车开走 给曼君腾出了车位 以后的每一天 他都提前来到曼君公司的停车场 提前给曼君站好车位 等曼君到时他便将车开走 这天曼君也无意间发现 一直开车等在这里的人正是卓妖 到家的曼君 无意间却听到醉酒的多多 无言乱语地说着静杰和卓妖姐夫刘颂 暗中勾结的事情 因刘颂的挪用公款 导致卓妖公司陷入更大的财务危机 曼君瞬间明白是静杰在暗中捣毁 于是他生气地找到静杰 质问他为何要如此陷害卓妖 并让他说出刘颂的下落 可此时的静杰很是生气 他逼迫曼君给卓妖打去电话 并告诉他自己爱的是静杰 无奈之下 曼君只好给卓妖说出了最违心的话 划掉电话后 生气的卓妖匆忙赶过来 他想亲口跟曼君正式跟自己离婚的原因 就是为了跟静杰在一起 被逼无奈的曼君只好当面沉默下来 随后便绝望地转身离开 可不死心的卓妖再次找到曼君 他不相信曼君会一情别恋 争吵之际 最久的多多道出了实情 他问曼君是否在静杰那里找到流水 一时间佟卓妖终于明白 曼君去找静杰的真正目的 原来曼君一直在为自己默默付出 于是他便直接将曼君扛回了家 一切的误会都在这一刻全部解开 他们也更加坚定了彼此的爱情 并承诺无论发生任何困难 都要彼此在一起面对 这天是静杰母亲的忌日 佟卓妖与静杰外公不约而同的来到墓地 因当年父亲的辜负 导致静杰母亲的不幸离世 此刻卓妖也很是心疼自己的弟弟静杰 因上一辈的恩怨导致弟弟成为了孤儿 他想将同事让给静杰 以此来弥补弟弟这么多年来的文具 此刻钟丽涛也终于明白 原来自己这么多年的复仇计划 在佟卓妖这里如同一个跳梁小丑 于是回到家的钟丽涛 便主动让静杰放下同事 并将自己的子公司金河交给静杰全权管理 这让静杰很是心痛 一直以来他一直被外公告知 要把属于他的东西在佟家夺回来 复仇二字早已刻在了他的谷 此刻他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他认为所有人都没在乎过他的同仪和孤独 于是不甘心的静杰便开始了他的复仇计划 他故意将低钢材价格来打压同事 让同事陷入了更大的危机之中 卓妖公司被同父异父的弟弟静杰打压 即将面临破产的风险 然而这一幕也恰好被赶来的杰白看到 杰白从小便深爱着卓妖 他不忍看到佟卓妖如此落魄 于是便找到父亲帮忙 父亲深知自己的女儿一直爱慕着卓妖 却一直被卓妖视而不见 于是他表示只有同卓妖答应跟杰白订婚 成为自己的女婿 他才肯出手帮忙 万般无奈之下杰白便约出了曼君 还没等话说完 曼君便一阵呕吐去了洗手间 杰白本想给他拿纸 却无意间看到了包里的孕检报告 曼君怀孕的消息让他很是吃惊 为了能帮同事度过危机 曼君便找到了静杰 想让他放过卓妖 可静杰恨透了卓妖 恨他小时候抢走了那个属于他的家 此刻又抢走了他深爱的女人 他表示只要曼君离开卓妖他便放手 于是第二天曼君便主动约出杰白 告诉他自己已经决定离开卓妖 希望他能帮助卓妖度过难关 善良的杰白不忍心伤害怀孕的曼君 于是他决定假订婚 帮卓妖顺利拿到父亲注资之后 便将卓妖还给曼君 他们就这样达成了初步计划 晚上曼君便给卓妖打去电话让他早点回家 挂掉电话后 曼君再也控制不住压抑一枕的痛 可怜的曼君在各种逼迫之下 最终决定悄悄离开这个他深爱的男人 晚饭时他故意将卓妖灌醉 等待卓妖睡着 他便悄悄收拾好行李 万般不舍地离开了 等卓妖醒来时 却早已不见曼君的身影 杰白告诉卓妖他们两个的计划 可固执的卓妖却表示 他不想伤害曼君也不想伤害杰白 他不能接受假订婚的事情 与此同时 童母也知道了这个计划 可杰白早已是他心目中认定的儿媳妇 他坚决不同意假订婚 坚持要将杰白嫁给卓妖 于是晚上他便安排了一场晚宴 并故意将卓妖灌醉 等卓妖睡着时 他便伪造签名搞定了离婚协议 并安排寄给了曼君 收到离婚协议的曼君愣在原地 他误以为是卓妖在公司和他之间做出了事 于是便毫不犹豫地签了字 隔天卓妖便收到了离婚协议 他瞬间明白是母亲趁他睡着时 替他按了手劲 于是他着急地找到曼君 想向他解释这些误会 可此时杰白又给曼君打来电话 告诉他童母因此是伤心过的 如果童卓妖因此失去母亲 他们也一定不会醒了 于是无奈的曼君便打开了那扇门 说出了最违心的话 我们再次关上时 曼君再也控制不住情绪 伤心地大哭起来 他再次将自己最爱的卓妖推开 晚上杰白来到公司与卓妖商量订婚的事项 不料却无意间看到了压在文件下的照片 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一直在默默付出 却一直被卓妖视而不见 他生气地将照片撕得粉碎 可此时的卓妖也很是心痛 他不想成为公司利益的交换工具 他的心里明明只有曼君一人 却不能给他最爱的人带来幸福 然而此时的曼君 也只能用工作来麻醉自己 离开时却遇到了一直等在楼下的境界 面对曼君的冷漠 情绪激动的境界却表示 可以为了他不惜一切毁掉同事 这也让本就怀孕的曼君激动之下晕倒过去 然而静杰抱起曼君的隐秘 也被一只躲在一旁的结白拍了过去 在医生口中得知 曼君是因为怀孕又缺乏营养 才导致的短暂昏 曼君怀孕的消息让静杰愣在原地 一直以来他都追随着曼君 此刻却又得知曼君怀了同卓妖的孩子 这个消息让他痛苦不已 他强忍着内心的伤痛来到曼君身旁 看到醒来的曼君 他便赶忙擦掉眼角的泪水 请求静杰放过卓妖 无奈之下 静杰只好让曼君照顾好肚子里的宝宝 伤心地离开了这里 这天曼君在工作时 又因为身体不是产生了呕吐 这也让领导有所察觉 他这才明白 原来曼君是因为怀孕才时常请假 这天成叔在跟卓妖谈工作时 便将曼君怀孕的消息告诉了卓妖 这让卓妖很是震惊 于是他匆忙赶到曼君公司 并拽走了工作中的曼君 他质问曼君 为何怀孕了却瞒着不告诉自己 就在这时静杰也走了过来 因为孩子是我 为了逼迫卓妖离开这里 曼君也只好承认孩子跟他无任何关系 说爸便伤心地离开了这里 此时杰白也将拍下的照片拿给了卓妖 看到照片上的遗免 也让卓妖更加心痛 晚上他们二人都沉浸在彼此的痛苦中 为了能让卓妖顺利渡过难关 拿到杰白父亲的注资 曼君也只能选择一人咽下所有委屈 然而这边的卓妖 一杯接着一杯喝着红酒 他那么坚定地信任着他们的爱情 可此时却被告知他最爱的人怀了别人的孩子 毕时难以接受的他 只能选择用酒精麻醉自己 杰白则是默默守护在他的身旁 看着熟睡的卓妖 心疼的杰白情不自禁地吻了上去 不曾想却被清醒过来的男人一把推开 男人下意识地将自己摸到了一边 然后不耐烦地蒙上了被子 这也让一直深爱他的杰白感到心痛 回到家的杰白看着他和佟卓妖的合照 不甘心的他便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毫无疑问他想用孩子绑住霸妖 静杰来到外公身边 此时他不知道外公已经病入膏肓 钟立涛终于承认二十多年自己犯下的错误 他以为是为了自己死去的女儿 为了自己的外孙 才不断跟静杰灌输要跟佟家报仇的思想 然而就在佟卓妖跟他表示要将股份转给静杰 要让静杰不再孤独的时候 他才恍然大悟 原来自己一直是为了自己那点可悲的尊严 他劝静杰放手 可二十多年被灌输的复仇计划 已经刻入静杰的补损 静杰放开了外公的手 然而他不知道这一放将是他和外公的友谊 医生给助理下了病危通知 林书万般着急地寻找着静杰 然而打电话的一幕 恰好被路过的佟卓妖听到 于是他便得知了钟老薇在旦夕的消息 为了能让静杰放过卓妖 同母便找到了曼君 他将静杰拍下的曼君工作照片拿给了曼君 是静杰让同事陷入如此绝境 而在这场斗争之中 曼君无疑被静杰利用成为了他的帮凶 他希望曼君离开卓妖并劝说静杰放手 生气的曼君便直接找到静杰 他当场质问静杰 为何要欺骗自己 为何要利用自己报复卓妖 一开始的友谊接近原来只是出于利用 此刻的静杰让曼君很是失望 不想继续多说的他决绝地离开了这里 另一边为了能帮钟老检查病情 童卓妖找来自己心脏科专家的表明 然而一番检查之后确认钟老早已于事无 这一幕也被赶来的静杰看到 他恨透了童卓妖 在静杰看来童卓妖的任意举动都是出于恶意 他们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此时外公似乎也感觉到了外面的吵闹 随着呼吸机的声响 医生纷纷前来抢救这个奄奄一息的老人 可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惦记 外公最终还是离开了人世 静杰也因此失去了这个世上唯一的情人 痛苦地蹲坐在了地上 他把所有的怒气都撒在了童卓妖的身上 认为是童卓妖从中作梗害死了外公 尽管童卓妖极力地解释 可此时的静杰根本听不进他的任何话语 一顿发泄之后 静杰生气地离开了这里 他来到曼君的楼下 想从这个他爱的人这里得到些许的安慰 得知外公去世的消息 曼君也放下了所有的恩怨 安慰着眼前这个受伤的男人 可听到曼君说他们是永远的好朋友时 失望的静杰无助地放开了紧握的手 再次伤心地转身离开了这里 让回到家的卓妖 却无意间看到了抽屉里的运检报告 看着报告单上曼君怀孕的日期 他想起那天正是他和曼君在一起的日子 他突然明白了一切 于是他赶忙找到曼君 并质问他为何要隐瞒孩子父亲是自己的真相 眼看无法逃避 曼君也只好承认了一切 他不想看着佟卓妖因公司的事而扑脑 于是便和杰白达成协议 只有他选择离开让他跟杰白订婚 才能挽留同事的财务危机 此刻佟卓妖终于明白了一切 他们决定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共同面对将来的一切困难 这天是杰白与佟卓妖订婚排练的日子 然而此时的佟卓妖并没有出现 他找到曼君想要带他去做个怀孕检查 然而此时静杰也同时出现在了这里 毫不意外他们再次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两人争斗之际却不小心将曼君推倒在地 佟卓妖怒斥着一旁同样担心的静杰 心疼地搀扶着曼君离开了这里 然而这一幕也被一旁的喜家看到眼里 他是杰白父亲安排在曼君身边的眼线 他找到了身穿婚纱独自伤心的杰白 劝慰着杰白放手 放弃这段感情也放过自己 可此时的杰白早已深陷其中 这份爱已经在他心底埋藏了二十多年 就算佟卓妖不爱自己 他还是想不惜一切将他留在身边 不甘心的他气冲冲地来到曼君的家 看到他们两个在一起后杰白很是愤怒 他质问他们为什么要欺骗自己 见杰白情绪激动 卓妖本想将他暂时支开明天再谈 可不曾想这也彻底激怒了杰白 愤怒的他又再次将曼君推倒在地 这对一个孕妇来说无疑是致命的伤害 失控的杰白想要将卓妖拉走 可此时的卓妖却表示订婚 只是他们自以为是的安排 他不会出席这荒唐的现场 因担心杰白出事 曼君便要求从卓妖追上去查看 情绪失控的杰白哭着走在漆黑的马路上 全然为发觉迎面及时而来的汽车 生出来告诉他们 杰白只是惊吓过度并无大碍 但孩子却没能保住 几人听后都惊在原地 因为他们对杰白怀孕的事情一无所知 此时杰白父亲重重地给了卓妖一拳 他认定是卓妖辜负了自己的女儿 然而这所有的一幕都恰好被赶来的曼君听到 曼君生气地转身跑开 反应过来的佟卓妖看到后也赶忙追了上去 他极力地解释着自己并未辜负曼君 可此时生气的曼君却不再相信 几天之后 醒来的杰白却突然精神失常 卓妖本想带着曼君让杰白澄清真相 可不曾想却看到了疯癫的杰白 杰白父亲更是将所有怨气都撒在了曼君身上 无奈的卓妖只好将所有罪责都揽了下来 曼君听后很是伤心 他明白此刻杰白已是他们中间无法逆越的公共 他非奔着跑出医院 可他忘记了自己还是一名孕夫 此时肚子也因剧烈运动疼了起来 就这样他失去了他和佟卓妖的海 也失去了他和佟卓妖之间唯一的牵绊 原来杰白只是装疚 他原本不想欺骗卓妖 可内心对失去佟卓妖的惯拒让他再次选择欺骗 然而此时佟卓妖也收到了一个噩耗 原来他最近总是忘记一些事情 经过检查之后确诊为阿尔斯海默症 这个消息让卓妖很是心疼 他一遍遍翻看着和曼君的回报 深知自己已经无法再给曼君带来信用 他和曼君的缘分也终将走到近 于是第二天他便将曼君约了出来 并向曼君提出来离婚的决定 不曾想曼君也做出来了同样的决定 他拿出了事先拟定好的离婚协议 经过这一系列事情 曼君还是认为是卓妖辜付了他的信任 和杰白有了孩子 可此时生病的卓妖却并不想做过多的解释 他讲起自己的父亲 当年静节母亲也是附加千金 然而却被父亲利用后又回到了母亲身边 他说着不想像父亲一样 让杰白走上一条不可挽回的路 殊不知这只是他不想拖累曼君的借口 他劝曼君以后要找个好好爱自己的 有个梦寐以求的家 说罢便拿起笔在离婚协议上签上名字 眼泪也不自觉地滑落下来 此时曼君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他拿起协议赶忙离开了这 分后的曼君也心灰意冷 他主动向公司领导申请了一年出国深造的机会 临行前他来看望了杰白 几天前一场车祸让他失去了自己脱脱试管的孩子 为了挽留住卓瑶又选择了装疯 结果曼君刚想离开时却遇到了一同赶来的童母 一向讨厌曼君的童母又开始对他一顿羞辱 他认为曼君之所以答应杰白与卓瑶订婚 让杰白帮助同事度过危机 是因为曼君不能接受一无所有的卓瑶 可不曾想曼君选择放手时就已经怀了佟卓瑶的孩子 他只是不想看到佟卓瑶在中间为难 原本以为一切风平浪静之后 他就可以和卓瑶过平淡的日落 不曾想却伤害到了杰白 曼君认为也许自己注定要孤独一声 然而他的异戏话恰好被躲在门外的卓瑶听到 出来后的曼君看到了门口偷偷落泪的卓瑶 此刻他们深知彼此已经成为了生命中的过客 曼君强忍心痛说出了那句再见 便起身离开了医院 第二天卓瑶送表弟来到机场 他故意给表弟订了与曼君的同一班飞机 不放心的他再三嘱咐着表弟 要帮忙多照顾一下曼君 与此同时 静杰也悄悄来到了机场 内心愧疚的他只能远远地望着将要离开的曼君 却不忍上前说一声再见 曼君就这样带着伤痛离开了这 此时的卓瑶也是万分心痛 从此他的世界里再也没有了那个他带来阳光的 曼君离开的这一年时间里 同卓瑶如同行尸走肉的曲强 他整日拿着他们的照片发呆 因车祸出事的杰白 一直扮演着装疯的样子 为了承担起照顾杰白的责任 卓瑶只好将他接回了家 然而他思念曼君的样子 也被杰白看在了眼里 这一年的时间里 他始终没能走进同卓瑶的心 情绪崩溃的 他将屋里所有的东西都摔到地上 任凭他如何发疯 同卓瑶都选择默默忍受 失去曼君的他似乎早已看淡了一切 此时同母也闻声走了进来 看着蹲在地上一言不发的 同母心里也满是心酸 他深知是自己害了卓瑶 若不是当初自己执意错 事情也不会落得如此地步 这天卓瑶无意间看到了 喜家发给杰白的短信 他告诉杰白再坚持一下 同卓瑶定会心软 意识到被杰白欺骗的卓瑶 并未选择当面错穿 他还是一如既往地迎合着杰白 也许是出于内心的愧疚 杰白只好选择默默离开了这里 一年时间一晃而过 同母一早便赶到现场 参加大楼的奠基仪式 同卓瑶终于完成了 父亲生前最大领域 然而他却在这一天告诉母亲 自己打算辞职离开同时 同母误以为他辞职 是要去国外找回曼君 可同卓瑶却表示 自己只是想去过 自己想过的生活 因他知道自己的病情 已经越发严重 他想在忘记一切之前 悄悄安顿好一切 然而此时经过一年的出国深造 回来后的曼君 也再次鼓足勇气站上了法庭 却仍然无法克服 当年留下的心理阴影 五年前因他在法庭上指认 导致被告因情绪激动 当场去世 卓瑶明白曼君倔强的性格 便建议诚书给曼君 一个业内的公开警告 只有将他逼上绝路 才能让曼君重新振作 果不其然 收到处分的曼君 再次找到领导 请求他再给自己一次机会 这天卓瑶在下班时 再次来到律所 原来诚书已到退休年纪 卓瑶便跟诚书商议 将律所收购下来留给曼君 他向诚书询问起曼君的情况 然而就在这时曼君却走了过来 我也不需要一个 不能打官司的律师 他们因此再次产生了误会 曼君误以为卓瑶是故意将他赶走 于是第二天他便找到领导提出离职 领导在得知他因卓瑶才离职后 便要求他亲自找卓瑶了解情况后 再做打算 然而此时新闻报道着通语大楼 因坦塌造成人员伤亡的事件 红市门口更是被闹事的工人围堵起来 曼君这才得知原来同事出了事故 红母劝卓瑶抓紧时间平息此事 不能耽误大楼的工期 然而卓瑶却表示要彻底查清事故 缘由不绝安全隐患 他误认为卓瑶是一个不顾工人安危的黑心老板 这也让卓瑶愤怒不已 曼君一而再而三地不信任让卓瑶很是心痛 看到儿子受委屈 童母也站了起来 他指责着曼君从未信任过卓瑶 童母认为曼君从未看到过卓瑶的善良 和他身上所背负的责任 与此同时这边的境界也看到了新闻的报道 原来这一切都是他和杰白父亲在暗中捣鬼 因一年前的那场车祸 让杰白从此失去了生育能力 背后定少不了弟弟靖杰 于是便让助理查询了靖杰的入境记录 结果却不出所料 为了保护靖杰不受伤害 他便决定独自承担所有损失 并让成叔拟定好事故赔偿合同 不再对工程事故做进一步追究 然而事情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平息 曼君拟定的赔偿合同被喜家拍下了照片 他原是杰白父亲安排在曼君身边的隐线 不曾想却在跟靖杰的相处中爱上了靖杰 他深知靖杰的心里只有曼君 面对靖杰的爱搭不理 极度心泛滥的他便决定对曼君实施暴露 喜家将赔偿合同发布到了网上 一时间又将同事再度推到了风口浪尖 大家纷纷认为同事此举是为了拿钱消灾 因合同泄露佟卓卯便再次来到了律所 可赔偿合同只有曼君和成叔抗议 于是成叔便找来曼君当场对峙 然而佟卓卯非常相信他俩的为例 为了查出泄露合同的状态 他便请成叔配合他演员出席 他假装生气地走出律所 成叔也紧随其后吩咐大家收拾好手上的资料配合调查 如若调查不清楚律所就要关门歇业 自觉自己连累律所的曼君气冲冲地追上卓瑶 他让卓瑶只针对自己做调查就好 不要再牵连律所 同卓瑶便故意生气地让曼君离他远点 否则只会将事情闹大 为了让靖杰停止破坏 同卓瑶便找到靖杰谈判 答应将通语工程50%股份给他 并要求他不要再纠缠曼君 可此时靖杰早已被仇恨蒙蔽双眼 他表示要拿回之前失去的一起 靖杰的话彻底激怒了卓瑶 他认为靖杰如此折磨曼君 从未真心爱过曼君 晚上靖杰来到曼君楼下 他深知曼君已经不再拿自己当作朋友 于是为了缓和他们的关系 他将曼君带到他们初次相遇的高架桥下 请求曼君再给自己一次机会 可曼君表示他们的相识就是一个错误 是靖杰亲手毁了这一切 见曼君无法再重新接受自己 靖杰一气之下便下了车 靖杰疯狂的举动让曼君很是害怕 殊不知他的这番操作只会让曼君离他更远 然而这边的卓瑶 在各种压力之下病情也越来越重 此时助理也察觉出他的异常 因卓瑶回家时将房卡忘在车里 助理上楼给他送食 却不见了卓瑶的踪连 打电话也无人接听 就在这时一直陪伴着卓瑶的表弟也回到了家 得知卓瑶未能回家 他便猜到卓瑶是病情再次发作 他着急地挨的楼层寻找了卓瑶 最终在楼梯口找到失魂落魄的卓瑶 卓瑶担心他还未能完成父亲的遗愿 将通雨大楼弯工 未能安顿好母亲 就会忘掉一切 他让表弟给他安排最好的药 尽量拖延病情热化 曼君猜到通雨大楼的事故可能与靖杰有关 于是为了调查事情真相 他便主动接近靖杰并邀请他共进楼残 然而他们在一起的阴影 也恰好被赶来律所的卓瑶看到 晚上回到家的卓瑶 一遍遍想起他和曼君的过关 他深知自己已经不能给曼君带来幸福 可看到他和靖杰在一起的样子 内心还是无比的心痛 病情也不自觉地再次发作起来 然而事情总是接踵而来 为了报复曼君喜家又挑起事端 他将曼君和卓瑶起诉离婚的法院传票发布到网上 记者们纷纷围堵过来想要了解事情的真相 同事再度被推到风口浪尖 同母生气地找到卓瑶 想要搬出当年臣服案的事来平息事件 又遭到佟卓瑶的强烈制止 这也彻底激怒了同母 无奈之下 他只好将自己病重的消息告诉母亲 同母听后很是伤心 儿子如此年轻就得了阿尔兹海默症 以后将会忘记一切还会有生命危险 他这才明白原来卓瑶一直在默默成手 晚上卓瑶一遍遍翻阅着漫画 那是他和曼君的回忆 因自己病情加重 他也只能选择默默疏远曼君 可内心强烈的思念让他痛苦不已 同母知道儿子的病情之后 也一改往常的态度 他却要儿子带曼君离开 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可卓瑶坚持要将通宇大楼完工 那是父亲留给静杰的理由 他想让静杰放下仇恨原谅同母 让母亲能轻松过完下半生 静杰这边也不安生 因他私下找人换掉事工混云土 导致大楼坍塌造成人员伤亡 对方一直毫无止境地向他索要钱财 喜家在洁白父亲的压力之下 再次陷害曼君 并将他当年做伪证的消息发布到网上 同母看到新闻上爆出的照片时 发现原来一切都是杰白父亲在暗中保护 卓瑶也将此事告诉了静杰 杰白父亲明白卓瑶会对弟弟心愿 于是企图利用静杰扳导宫 静杰回想起和喜家相处的钟头 他终于明白了一切 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想 他们去孤儿院调取了喜家的资料 证实喜家领养之人正是杰白父亲 静杰生气地找到喜家 原本以为喜家是因为对自己的感情 才一直接近自己 不曾想自己却一直被当成一枚妻子 这时杰白父亲也恰好打来电话 他们因此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真相大白之后 杰白父亲也不再伪装 当面承认他设计夺走了静杰的股份 静杰这才明白 原来无论自己如何挣扎 到头来都还是一无所有 他再次找到曼君 这次他认输了 可他不想放弃曼君 想带他离开这里 可曼君却表示 之前的友谊接近 都是为了查清通与工程事故的真相 他想帮助卓瑶 自始至终他也只爱卓瑶 曼君的话彻底将静杰激怒 他拿出偷换工程材料的录音 主动承认了之前犯下的所有过错 他再次逼迫曼君跟他离开 如若曼君不肯 他将会让卓瑶付出惨痛在家 多多着急地找到卓瑶 告诉他曼君留下纸条 再次选择不告而别 卓瑶看到后匆忙离开 然而出现在机场曼君面前的缺失童母 同母告诉他卓瑶在医院的消息 曼君也毫不犹豫地赶去医院 此刻静杰深知他也再次逝去了曼君 此刻静杰很是绝望 他深知曼君再次在他和卓瑶之间做了选择 曼君来到医院 原来卓瑶得知他要离开时 他便匆忙赶去机场 不料却因情绪过于激动而再次病发 此刻曼君终于明白 原来卓瑶一直在故意疏远自己 只因自己得了阿尔兹海默症 他怕因此而拖累曼君 静杰这边也再次受到闹事工人的威胁 对方称有人要出双倍价钱买下他手中的证据 这让静杰误以为是曼君在逼迫自己 心灰意冷的他便火同对方绑架了曼君 并立刻向卓瑶打电话索要一千万赎金 因不忍曼君受苦 静杰便主动向前给曼君松绑 可曼君早已猜到一切都是静杰所谓 他劝静杰及时收手 不要再继续执迷不误 可此时静杰早已深陷于仇恨之中 他怨恨曼君在机场时决绝离开 再次将自己无情地抛弃 也怨恨曼君想各种办法调查 通语大楼谈他的真相 意图将自己送进监狱 同卓瑶匆忙赶到指定的交易地面 可他没想到绑架曼君的竟是静杰 静杰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合同 想要要回外公留下的股份和红市的所有股份 此时同母也赶过来 他主动答应了静杰的所有条件 深知儿子病重的他此刻只想看到儿子幸运 他让卓瑶先行去救下曼君 自己则要留下来跟静杰交谈 他告诉静杰 通语大楼本是以他的名字命名 父亲曾为他取名为童卓宇 而通语大楼正是父亲因他而见 父亲临终前一直在寻找着他 他希望终有一天自己儿子可以看到这栋大楼 可以找到回家的路 因为一直未能找到静杰 父亲也一直活在深深的自责之中 而卓瑶明知自己病重 可为了弟弟能够得以释怀 他仍然坚持待病将通语大楼建完 而你却一直在横家阻碍 不计后果的友谊破坏 甚至利用卓瑶最爱的女人来以此威胁 同母为上一辈的所有恩怨向静杰道歉 此时静杰也终于愿意放下心存已久的怨恨 龙卓瑶赶忙来到曼君绑架的地方 然而房间里却早已没了曼君的声音 他连忙给静杰打去电话 收到消息的静杰一时间也慌了声 此时曼君早已被转移到了一处废弃的宫地 得到消息的静杰赶到宫地 他们一见面就撕打起来 关键时刻童卓瑶也赶了过来 几下就将绑匪制服 在这一刻 兄弟齐心终于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得救的曼君激动地抱住卓瑶 历经苦难之后他们终于再次走到一起 静杰因不想卓瑶受到绑匪的威胁 于是他便选择了和绑匪同归于静 他也因此住进了医院 然而却一直处于昏迷不醒的状态 大家都夜以继日地守护在静杰身旁 期盼他能渡过难关早日醒 杰白得知父亲一直在暗中抱负同家后 便从国外赶了回来 他将大家召集在了一起 主动承认了自己犯下的错误 他为自己当初偷偷试管怀孕和装疯向大家道歉 没想到因自己的一手 给大家造成了如此大的伤害 杰白的解释让大家都放下了醒悟的怨恶 三年之后 醒来的静杰接管了父亲留给他的通语大楼 每天忙碌着大楼的建设 曼君也辞去了事务所的工作 每天陪在卓瑶身边 过着平淡而幸福的生活 然而在通语大楼完工的阵意 卓瑶却留下一封信 消失在大家的世界之间 他不想让自己的病情再次拖累曼君 只能选择独自一人默默离开 曼君也放下手头上所有的工作 再次来到巴黎寻找着卓瑶